我要来告诉你一个真相 人根本就不需要有那么多的朋友 真正厉害的人 朋友都是很少的 你年龄越大你就越会发现 其实人们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维护那么多的友情 人最终获得快乐和自由的只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 你有足够多的钱 第二个 你的家庭关系很和谐 朋友有时候多了 反而会给我们自身带来很多的烦恼 或者是一些麻烦 你要记住 你不要跟谁都去推薪致富 那些表面上对你好的人 都是带着各自的目的接近你的 达成目标之后呢 他们可能会随时的背叛你 怎么背叛你的你都不知道 有些兄弟啊 亲兄弟 亲姐妹啊 看到你过得比他们好 他们不会为你感到开心的 心里多多少少还会有些不舒服 你更别提那些所谓的朋友了 除非你赚了钱 跟他们是有利益挂钩的 他们也受益 真正厉害的人早就已经看穿了 那些人际关系大多数都是有条件的 成年人的世界里呢 你没有利益 你哪来的那么多人气窍望呢 过多交际呢 只会让你越来越疲倦 最后丧失 丧失自我 要想避免受伤唯一的方法就是 不投入真心 你可能会问啊 那这样我们不就变成一个很孤独的人了吗 我是这样想的 与其深情付出后 被伤害 你还不如选择孤独 思想不在同一个频道 真的远离一点吧 否则你的好心你的好意 在别人看来 都是废话 老鼠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吃的东西是偷来的 苍蝇呢 也从来不觉得自己长得丑 蛇呢 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有毒 思想不在一个频道上 即使是亲戚 都没有必要凑在一块啊 少花精力在那些什么同学聚会啦 朋友的聚餐上啦 你逢年过节 你只需要回家看望父母就好了 然后过完年 诊庄待发 回到自己的城市奋斗 少去串一些亲戚的门 大部分亲戚和朋友跟你的关系 并不甚于你的人品 或者是你的情商 而是来自于 你有什么可以被利用的价值 很现实啊 只要你愿意请客 就一定会有人愿意来陪你吃饭的 富在深山 有远清 穷在闹市 无人问 这一辈子只有真正落魄之后 你才能够看得清 人性真正的面目 对于你现在看到的 其实很多都是伪装的 你们认同安哥的观点吗 也认同安哥的观点吗 也认同安哥的观点